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仅仅领先大连超越队两分而已 所以说他们还有很严峻的保击压力 这场比赛对于两队来说都非常的关键 今天的比赛北京北控在主场踢得不错 开场仅仅第五分钟 王健文就收获了进球 之后外援多米尼克在第四十五分钟的进球帮助北京北控将领先的优势扩大到了两球 不过在上半场比赛却有惊心动魄的一幕 之前曾经在国安预备队效力的吴贵超 在比赛中为眉线铁汉而战 在第二十九分钟 他接到队友慕里奇的长船之后 被北控门将刘天心放倒 吴贵超倒地不起 第一时间内还没有人意识到吴贵超伤的有多重 刘天心也是赶紧跑回自己的防守范围中 直到发现吴贵超确实受到了重伤 很快就动用了球场上的救护车 我们才发现吴贵超这是断腿重伤 自然是疼得站不起来 吴贵超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来到眉线铁汉的 没想到的是在这样的关键时期 他遭受到了重伤 对于吴贵超来说确实很不幸 97年出生的他是一个中场球员 作为U23球员也是被寄予厚望 现在他早受到如此重伤 也希望他能够尽早恢复起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